开场了 桃园市立观音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心的玩游戏 由于教学生动活泼 加上邻近大潭发电厂 有台电补助营养午餐费 孩子来念工幼 家长负担较轻 每学期都满额招生 我们今年有两岁专班 两个班 目前还有各取六个在等待 三到五岁 目前还有十八个在等待 我们发展在地银化 所以家长很喜欢把孩子带过来 随着幼儿园公共化脚步加快 家长让孩子上公幼 有越来越多选择 根据统计 公幼加上非盈利 以及准公幼的数量 由2018年将近2500所 四年来增加将近一倍 到今年六月为止 全台公幼招生 不再出现以往爆满的情况 其中台北市 桃园 台南 高雄 及新北市公幼招生 都还有剩余名额 那我们现在的状态是 还有五十几个的空缺 现在补助款 公幼跟总公共来说 在今年八月之后 其实差距一个月就是2000块而已 所以家长在选择上 多少也是会有一些考量 由于少子化趋势 使得公幼缺额逐年增加 教育界人士希望 中央在推升幼儿园公共化之际 必须做好人口规划 而地方政府也应针对 对课后辅导及寒暑假的师资 你好因应对策 幼教界不管公幼私幼又缺老师 可是进入公幼了之后 现在又找不到学生 那这些公幼老师呢 要往哪里走 往哪里去 对很多的准公共也好 或私幼也好 当然或许薪水清支问题 有影响到这个老师的问题 福利制度 这当然会影响 因为事前没有做好资源的整合 跟人口的规划 那导致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有些地方它只是短短的 四五公里之内 它就有四五种这种形态的幼儿园 那我们公立幼儿园 其实也特别提供一个服务 是在寒暑假的部分 有提供客后留言 也可以服应家长的一个 收拖需求的时间 我们要分析时间了 把眼睛闭起来了 教育界人士呼吁 中央与地方去盘点公幼数量 精算教育经费才能真正因应 公有照生需求 大约新闻菜篇一简缘集 台北桃园报道